一輛轎車準備進入血碎 沒想到駕駛硬要切換車道 結果直接撞上前方轎車 慢動作再看一次 駕駛撞車後 車身差點往右翻 傾斜快40度 沒想到駕駛停不下來 又失控撞上 停在隧道內的四部消防機車 原警貨爆後立刻趕到現場 隧道內契機車零件四散一地 而這要是轎車車頭爆開全毀 車尾保險桿也直接脫落一半 而無辜遭波及的黑色轎車 右側被撞壞 輪子還直接掉下來 而隧道內的四部消防機車 也全都遭殃橫躺隧道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十分猛烈 他就是肇事駕駛 不僅違規行駛路間又切換車道 車禍後還一度受困車內 所幸沒有大礙 而整起事故 共造成六輛車受損 一度造成南下車流回渡 依未規定行駛車道才罰 三千至六千不等罰話 再看一次驚險瞬間 駕駛違規撞飛前方轎車 導致對方的車子 從外側車道偏移到內側車道 所幸兩名駕駛 都只有輕微擦措傷 沒有大礙 只不過為何駕駛 會一路失控連撞五車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林一生林玉君宜蘭報導 請記者林玉君宜蘭報導